血管堵百病生 一招教你打通全身血管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遍布着全身 血液的流动维持着各脏器器官组织的正常功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的弹性逐渐会下降 血管的硬化 血管内皮的损伤 增加了血管堵塞的风险 也会导致心梗脑梗突发事件的发生几率 那如何预防心脑血管这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呢 首先啊 当下肢的血管堵塞的时候 是因为下肢离着心脏比较远 这些脂质就更容易在血管内沉积成堵塞 引起了下肢的无力 麻木 疼痛这些症状 第二呢 当颈动脉这些地方出现堵塞的时候 由于颈动脉会连击着大脑 一旦堵塞了 就有可能引起脑梗 多项研究表明50%到75%的缺血性的脑中风 都是因为颈动脉堵塞造成的 第三啊 当冠状肚脉出现堵塞 心脏的供血就会受到限制 容易诱发心肌切血 关心病心的这些现象 所以各位 如果你曾经有下肢无力 麻木 冷痛 或者是头晕 眼前发黑 或者有胸闷气短 呼吸困难 这都说明你的身体里边已经出现了堵塞的情况 先不要着急 无论是哪个地方的血管堵了 中医认为多数都是血淤而引起来的 一般的说呢 是可以通过活血化淤的方法来缓解和改善症状 今天呢 教大家一招 无论你是哪个部位出现了堵塞 它都可以帮你疏通血管 它不像手术刀 去了这儿就不去那儿 而中药的治疗它是全身型的 这个就是出自伊林改错的血腐朱鱼汤 药店可以买到 如果你还查出了是脑供血不足 脑梗这些问题 那病情比较复杂的话 就要进一步的去辩证论治 才能更好的恢复健康